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说这个典故出自于唐朝的宫殿里 唐太宗为了笼络人心 要为当朝宰相房玄陵纳妾 大臣之妻处于嫉妒 横加干涉就是不让 然后唐太宗就非常的无奈 只能令大臣之妻在喝毒酒和纳小妾之间做选择 没想到房夫人的确有几封刚烈 宁愿一死也不愿在皇帝面前低头 于是就端起了那碗毒酒 一饮而尽 当房夫人哭着喝完之后 才发现杯中的并不是什么毒酒 而是带有甜酸香味的浓醋 从此以后人们就把嫉妒和吃醋融合起来 说起吃醋就是嫉妒的意思了 好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也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